想要輕鬆吃素 可以從彈性素開始 主廚今天準備了各種食材 讓我們吃素可以更簡單 對 我們來一個彈性素 我們來做一個義大利的玉米糊 對 玉米粥 其實就是他們義大利人的粥 那它其實是用玉米的碎 玉米曬乾之後把它打成碎來做的 那你做玉米粥的時候 你拿涼杯 就譬如說拿這個涼杯涼玉米粉 然後我們把它下鍋 那拿這個涼杯去涼你的牛奶 然後跟高湯 它可以從1比4到1比6到7都可以 你就喜歡那個稠度 可以自己去斟酌 對 它很簡單 我們量好的 像這裡有三份的牛奶 我們把它加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一份多一點點的 蔬菜湯 然後我們把它加進去 然後直接開火煮就可以了 但這個要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它滾起來之後 它很容易糟鍋 糟鍋 會黏住就對了 很容易黏 所以你要稍微顧一下 拌一下 對 要攪拌一下 時間到就稍微拌一下 對 沒錯沒錯 這個工作就交給我就可以了 沒問題 時間到我就這樣拌一下 然後這邊我們調一點點的 鹽巴給它 鹽巴 對 好 這邊我們來做一個蝦子 它這個蝦子是一個 比較地中海式的口味的 我們這邊 給它一點點的橄欖油 然後再來 你看我拌一下 還沒有辣 等一下 不要賴給我 在這邊炒一點點的蒜頭 然後洋蔥 對 可以大量一點的洋蔥 因為在玉米粥它主彩沒什麼味道 所以我們這邊的味道 可以稍微重一點點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很好吃的意思 對 沒有它很 它其實味道很特別 對 這邊來我們蝦子 蝦子 蝦子 對 蝦子好大隻喔 對 沒錯 就把它加進來 來 然後拌炒一下 是 你拌我也拌 對 好 蝦子稍微有點轉色 因為蝦子熟很快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開始調味 像這個 那種義大利的芹菜 香芹菜 香芹菜 香芹菜我們把它加進來 它味道可以重一點 我們剛剛有講 然後這邊 酸豆 酸豆啊 酸豆通常都是在加燻鮭魚的 而這邊你把它炒過之後 它酸度其實往下掉一點點 味道反而很好 炒過之後就不會那麼酸了 對 對 OK 這邊一樣要給它一點調味 調味 一點鹽巴 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我們會給它 這什麼粉 辣椒粉 辣椒粉 你可以自己斟酌 有沒有 沒有蘇丹紅 沒有 好難 好難 對 再把它拌炒一下 OK 然後等蝦子熟 對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再做第三個它的配菜 這邊 番茄 小番茄 我們直接下到我們的盆子裡面 然後剛剛我們留一點點的蒜頭 直接拌 對 直接拌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 辣椒粉 辣椒粉 然後 不含蘇丹紅的辣椒粉 對 沒錯 然後調一點味道 好 九層塔 九層塔 這時候把它加進來 然後再來就是橄欖油 橄欖油 把它拌一下 它好像沙拉 對 所以我們有三個組成 一個玉米粥 然後蝦子 然後再一個沙拉 對 等一下把它組合一下 蘇丹老師怎麼看這道料理 非常均衡 基本上它的 顴骨類的來源 用玉米來取代一般的 或是精緻澱粉 對不對 牛奶就是提供蛋白質的來源 蝦子也是蛋白質的來源 另外一個它就是採用 我們剛才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五色的蔬菜 對不對 五種顏色 而且它使用了很多的辛香飲料 那個辛香料 本身的抗氧化性很強 所以自由基的能力很高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辛香料很強 你的調味就不用那麼重 所以基本上就可以 減輕我們的血管的負擔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抗老 抗動 就是可以動棉營抗老的一個飲食 對 這鍋粥在我攪拌之下 感覺特別好吃 真的 這樣高 你看它會越來越稠 那這個大概需要煮 大概十分鐘左右 要過久 它數十分鐘 它的稠度會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稠 所以這樣一次的動作 是等一下要一直不斷的攪拌 我們攪拌十分鐘就對了 OK 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把玉米粥 然後搭配上我們的蝦子 然後旁邊我們放上我們的番茄 OK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知道讓你營養菌和素食料理 就完成囉 好 彈性素食輕鬆做 推薦這一道 玉米糊酸豆蝦給您 新鮮彈牙的蝦仁 加上大蒜與洋蔥 豐富你的味蕾 幫你防癌又提升免疫力喔 大家都想要減重 可是又不想挨餓 新美 我不想挨餓 又想減重要怎麼辦 其實我們剛剛講這個彈性素食 滿適合這些觀眾朋友 如果我們剛剛講說 吃素救地球也影響不了你 吃素救健康也影響不了你 但是吃素救生態 真的可以好 而且這一個方式犧牲 你還是可以吃些肉 但它的原理主要是會有高鮮 跟很多植物性蛋白質 增加你的飽足感 並且調整你的胰島素 讓你的胰島素慢慢回復健康 重點是如果你吃得順序 蔬菜放前面 澱粉放後面 又可以幫助你減重更加順利 是 其實我告訴大家 吃素跳壓地球 好像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對不對 但是一定要吃對 今天告訴大家 吃素如果你沒有吃對的話 吃到一些加工的東西 其實越吃越不健康 而且很容易營養不均 所以吃素一定要有吃對方法 可以從彈性素之前開始 不要那麼難過 健康20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喔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